大家上网好 接下来20分钟呢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平安 我们在做云的时候 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实践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做这个整个事情的目标 我们中间 谢谢老师 因为今天的大会呢 是这个SDN和NIV为主题的 那我过来介绍呢 我们介绍云 实际上我们云里面肯定也用到了这两个东西 在介绍之前呢 我有必要就是说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动机 以及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目标简单来说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SDN或者NIV上面 构建我们的生产业务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平安云相比于其他的云 比如说这个AWS Azure 阿里比 腾讯 优客的这些前辈 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平安云最大的特点是 我们是做这个垂直领域的云计算 也就是说 我们专注于这个金融的行业 那我们的特点的话 规矩来说就是五个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金融行业呢 非常的专业 这也是平安这个二十几年来 专注于这个金融 一开始保险到现在综合金融 一步步这个构建起来的经验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希望为我们的金融客户呢 提供更多的争取服务 因为平安在金融领域呢 它的金融IT领域呢 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核规啊 还是说跟其他合作伙伴互联方面的经验 所以呢 我们的客户来了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到我们的这些经验 有一些增值 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那个平台上 以及其他的客户呢去互通 第三个呢就是可靠 因为金融的可靠性能 它会比这个规模可能会更重要 这个之前在淘宝的这个大数据 以及技术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去分析过这个可靠性能 规模还有性能的一些三角关系 那么在金融行业呢 可靠实际上是会排在第一优先级的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是安全 也就是说在金融行业呢 它有专门的一些行业的规范 就是这个网络架构呢 不能随意的搭建 它是有比较多限制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合规 实际上和之前的安全合规呢 它是一个统称的一个概念 这个合规呢是由这个 三行一会统一这个制定的 这么一个行业的规范 也就是说我们平安营 就是要围绕这五个特性呢 去一步步地打磨我们具体的技术 我们把这些目标呢 最终落地下来呢就变成我们设计的一个指标 我们设计的指标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三大块 每一块里面呢有一部分的 有三个的具体的这个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多租户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这个网络屏路呢 它一定是多租户的一个网络 为了实现多租户呢 我们必须用这种网络虚拟化 然后呢同时不同租户之间 我们还需要让它互相访问 所以呢这个特点呢实际上是和现在这个AW 就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公路里面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的租户除了合力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互相访问的需求 最后一个呢就是DCI 我们也提供了这种多地域的 这种虚拟网络的朋友 那有的租户呢它会部署在不同的地域 那不同地域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互联 为了帮这些互联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快 所以一定是有这种DCI的服务在里面 第二个大的设计成交呢就是捷偶 捷偶呢有很多 实际上是为了后面的扩展性 那我们捷偶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给它分解开来 一个是安德类的网络 我们有一个专门安德类的网络设计 第二个呢是欧巴类的网络 我们有一个就是区别安德类的一个 专门的欧巴类的一个架务设计 然后呢这两个这两方面的网络服务呢 还能够进行迭代的眼镜 这是捷偶 第三个呢就是扩展性 扩展性呢包括规模的扩展性 功能的扩展性以及说对不同这个底层 供应商品牌的扩展性 这是我们的设计 介绍完设计指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物理架构 因为我是我是做这个做了十年的网络吧 差不多 所以我画的图呢有要抢的一个网络特点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我我画了信息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呃我们这里介绍了呢 就是说我介绍我这个图里面包括 我在不同地域部署我的这个呃我的网络 然后在每个地域内呢 我网络是怎么构成 以及自动化上的做的 呃这里面 像这个 我用这个鼠标来指吧 这是其中一个地域 然后通过中间的这个外部网络呢 连接到下面要主讲的一个地域 主讲的这个地域呢 我们是按照多可用区的方法来设计的 我这里面介绍了两个可用区 就是AZ1和AZ2 他们两个是完全相等的 AZ1和AZ2互通呢 是通过一个我们叫一个叫CXP的一个 一个网络区域来联系起来 CXP的全称呢叫做Cloud Exchange Platform 就是我一开始提到我们租户 不但要隔离还要互通 那么互通呢就是通过这个CXP来实现 那么每个可用区内部呢 我们设计了Fabric 就是Fabric呢 我们会用到SDN 我们也有可能不用SDN 那这个Fabric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几个资源池 一个是准备用来计算的资源池 那计算的资源池里头呢 我们会做这种分布式的防火墙 做东西向的防火控制 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没有做虚拟化的集群 比如说一些Database 或者一些大数据的 所以我这里画了一个叫非租户集群 第三个集群呢是我们的NFV集群 这NFV集群呢就是用来运行我们的虚拟防火墙啊 或者load balance 这是NFV的集群 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了专门的DCI的区域 DIC的DCI的区域呢是 是由网络设备来构建的 它可以在不同地域之间呢 给它 给它用一个tunnel 给它自动的连起来 那么对于每一个地域呢 我们会有一个流量分析的平台 去做这种 做这种基础的这种metering 就是流量的统计 其次呢我们想做更高级的 第一点呢就是说 针对用户的需要 可以把一份流量呢 通过SDN的tab 给它挖出来 然后做一些 呃深度的DPI 这是我们流量分析平台 它是一种 带外的分析平台 也就是说它的部署是不会影响到 任何网络的信用 这是物理上的拓 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动化的方面 自动化的方面呢 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呢 我们叫nsp就是在在这个位置啊 nsp的全称呢叫network service platform 它呢是整个网络服务的控制器 它的大 这里面呢我们用的是 是opensp的neutron 在neutron方面做了一些extension 去去对接我们的不同厂家的控制器呀 或者说对对接我们自己开发的NMB 呃这个nsp呢 北向呢就是连接到我们平安的云平台 通过resapi的方式对云平台提供各种 就是neutron的这种这种这种服务 那么南向呢就是通过resapi或者netconf 去对接厂家的控制器或者直接是物理设备 厂家的控制器呢它会通过它自己的这个openflow 或者obsdb以及netconf去去写它们设备的配置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平安的平安云在构建过程中物理上的结构 是是跟一开始我们的这个设计指标是也吻合的 在这个物理头部上呢我们打造出了我们的逻辑服务 这逻辑服务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偶合 我刚才介绍的是underlay的架构 那overlay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租户自己能看到 就刚才的物理头部呢租户是看不到 只有网络管理人可以看到 对于我们的租户来说 它看到的是是这种网络 我们把这种网络服务呢就叫VPC 大家都一定比较熟悉 就是virtual private cloud virtual private cloud 那每个VPC呢它相当于是这一个框 一个框里头呢它可以规定它自己专有的network 在这个network呢它可以根据自己规模的需求 挂在这个这个subnet 通过这个subnet呢分配IP地址给下面它的计算资源 包括容器包括银主机 包括它自己的LB或者它的biometal的物理机 那对于每个VPC来说呢它有一个专有的lauter 就是租户路由器 这个lauter呢连接NIV呢会有一个专有的北向的network 北向network我们叫gainway network 通过gainway network呢就到NIV的群群就是虚拟的防火墙 再到外部的网络 这里面他们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呃黄色的这个租户呢 它可以通过dci连接到它在另外一个地方的VPC 所以呢这个这个原理呢我觉得我觉得各大云呢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过是说我在这个我们的VPC服务里面呢介绍的会更加模式化一点 就没有没有太多灵活性的东西 因为金融监管它监管的要求就决定了这个网络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不会太可能有更多的变化 这是租户能看到的网络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眼镜路线 我们我们的VPC呢一共是有三代 现在呢VPC1.0或者1.x这个版本已经上幼儿园了 它用的是这个VLAN的Direct 也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大层的技术 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控制器 但是我们现在呢引入了这个NU厂区做自动化 而且呢我们进展还很不错 大概我们我们找了几个新员工 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基本上搞定了 第二个呢是我们新生儿 也就是刚出生不到一周岁的VPC2.x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用了这个VX2 over L3的Fabric 所以呢这里面就具有SBM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是在主机上面做了VTime 然后呢我们有控制器来做这种VPC的自动化 我们在现在呢自己在开发这种负载均衡的服务 我们叫LVX 就是LVX加上Endings 做这种四到七层的负载均衡 同时呢我们也在考虑把SERVIOV引入到MIV的进行里去 这是新生儿 然后还有一个是马上要出生的这个内部叫VPC3.x 那个3.x呢我们是结合了前两代小孩这个的一些带优化的地方 我们做了更好的这个设计 我们还是VX2 over L3的Fabric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用 我们根据这个芯片 交换机芯片的各种发展 我们又回到了交换机做VTEP的这个方案里头 同时呢我们弱化了控制器 我们实际上这里面用到的控制器呢 我们实际上这里面用到的控制器呢 基本上变成一个自动化的执行者 他不一定做非常多这种控制面的事情 同时呢我们也把NUTRAN自动化呢 是在一开始就做了设计 就是NUTRAN是从这个3.x 最初设计Fabric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进去了 同时呢 那NLV控制北向的量呢 在这里会变成一个 从原来是一个option 现在呢变成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必选的一个方案 同时呢我们也在考虑说 把DPTK和FIDOIO 引到我们的NLV集群里面去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 VPC三代的一个眼镜的路线 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自动化编排系统 叫MSP 这个MSP呢实际上是我们 整个云服务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理论 因为所有的服务 不管 多少代都是通过这个MSP 对外提供暴露 所以呢对于 对于整个云的服务来说呢 网络做的怎么样实际上就看MSP 做的怎么样 那么这个MSP呢 它会通过我们在NUTRON的这个 这个这个 框架下面呢做 把各种原子服务进行的包装 我们包装的这几类 大家如果 对OPSTEC很熟悉的话 应该会非常的 会非常的亲切 就这个Louter Network Subnet 这几个都是NUTRON里面非常熟悉的这个字眼 这几个都是NUTRON里面非常熟悉的这个字眼 同时呢我们还会扩展一些 Security啊 PoS Load Balance Net DNS DCI的一些服务出来 然后呢 对我们云的Portal去 去报名 南向的话 它就可以对接不同厂家的通知器 我这边就不一一介绍 这些不同厂家控制的东西呢 就是包括这个LVX 就是负载均衡的 虚拟防火墙 分布式防火墙 DCI的服务 VPN的服务 或者F5的 最下面呢就是不同 不同版本的这个Fair 最旁边呢 我们 我们也构建了一个自动的这种 网管的工具平台 去做统一的监控 这工具平台呢 实际上是和主机 存储那些服务是统一的 所以呢 网管只是说 我们网络人员 比较关心的一部分 包括流量的分析 就是我们这个大的 另外的品牌呢 有一个分支 是专门对网络的人设计的 这个是我们的MSP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构成 我们团队的构成呢 主要是有三部分 一个是我们整体解决方案测试的里面 第二个呢就是网工 第三个呢就是现在非常重大的网络队伍 这三部分人员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这一大堂的事情 给它很好的用起来 同时呢也能够按照我刚才说的迭代的路线 很好的这个迭代下去 我们建设的成果 我们建设成果的话 我们目前是在三个地方 部署了我们的云 就是深圳 上海和北京 那我们上面的应用呢 就包括一大堆平安系的应用 平安系的应用 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个安卓的市场 或者说平米尔的市场去看一下 可能会搜到非常多 甚至有可能很多同志的 这上面呢有很多都在 运行在我们的云上面 比如说这个路线所 再比如说好医啊 好自备的很多APP 都部署在我们的平安云上面 第二个呢是外部的金融机构 平安云现在呢大概 上面承载了有十几家 就是中小银行吧 十几家中小银行 今年一季可以达到 可以达到一百家 同时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和平安友合作的一些金融资讯的品牌 他们提供各种证券分析啊 证券股票分析的一些服务 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的客户呢主要是这些 呃不同地方呢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种 中间的骨干网络也在构建这个 DCI的东西 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安的 呃这个口号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 在金融领域呢有一朵叫平安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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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